拿着资料走进会议室 柯文哲完全笑不出来 因为关于精华成案 他一句土利就土利 哪有什么不合法 到底是口误还是真认罪 逼得他得亲上火线 说清楚 要大家别乱解读 只土利两字涉及违法 蓝银批柯文哲难道是个法盲 讲完听到更是难眼惊讶 他真的这样讲 是这样讲吗 那我了解一下 越讲越气 柯文哲说北市三大案查了几个月 外界都在寒沙摄影 而北市议会调查小组追金华成 取得容积奖励关键人物 邀请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8月20出席说明 他就去议会 他知道什么就讲什么 就诚实讲就好嘛 说到法律 旅客文哲在为高宏安 还有同样被判刑的高办助理 王玉文抱不平 16分钟的录音不见了 事丸院也说这个有瑕疵 然后这个检察官当天在法庭上 也不敢讲这么一句话 为什么这个人现在是升官的 还有一点 我也不敢说 判入466人就不用判刑 这是民进党新的标准 是不是很好 那以后就全部比照办理 高宏安挑战不止这桩新竹青鸟 罢免高宏安的联署如火如荼 已破千分 若赶在12月25号任期剩余两年半前 罢免成功 新竹市长有机会进入补选战 封城警戒而来的罢免案 还有自己的北市三大案 柯文哲得稳住阵脚 谁罢谁 谁怕谁 近众无论一周博听采访报道